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赴法信徒到道场来 那么也因为这个关系 那么常驻特别举办了很多跟云端有关的活动跟法会 那么同样的有法师在诵经 同样的有法师在说法 同样的就是我们赴法信徒 只是用不同的形式 在家里或是办公室或是其他的场合 拿着手机 拿着平板电脑 或是看手提电脑 从这里面跟着一起来参加法会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空中相会 也可以说是法会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现在我念一段大师曾经对法会的定义给大家认识了解 大师说法会是以真理集会大众 大家聚集在一起 彼此交流 听闻 体会佛陀所说的法意 他不仅仅限于宗教仪式 他也可以是一场演讲会 读书会 讨论会 联谊会 禅作会等等 不论什么形式 让参加者对真善美的道理 有所吸收 有所获益 我觉得大师这一段话非常重要 让参加者对真善美的道理 有所吸收 有所获益 就是一场法会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在空中相会 这个也是一种法会 那么既然我们在空中相会了 我们也参加了这样子的诵经拜佛 我们也聆听了法师的开示 也从经文里面获得了很多的法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呢 记得能源经有这么一段话 从文师修入三摩地 也就是听闻了佛法以后 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佛法 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让佛法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 能够变化我们的气质 能够去除我们的烦恼 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 那么这样子你聆听了佛法以后 它才真正对你有所帮助 但是我们刚才又从大师的那一段话当中 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就是你参加法会 它不是限定在宗教仪式而已 它可以在不同的聚会当中 不同的场合当中 你获得了真善美的这一些道理 而对你的人生有所帮助 这个也是叫做以法相会 所以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奉献四个故事 从这四个故事当中 我们真的发现到 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聚会当中 都有办法来变化我们的心灵 增加我们心灵的力量 第一个要跟大家探讨的是 听闻佛法 燃起斗志 那么在佛光大学的这一种 好像筹办的义卖会当中 那么大师的一幅一笔字 竟然被这一个议员 以一百万 六百万元 买了这一幅一百字 一笔字 那么这一笔字 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价钱呢 事后再去认识了解以后 原来是这一位诚信的议员 在他人生穷困潦倒的时候 生命可以说进入低谷 灰暗的这个时期 他有一天聆听到大师 在电视的这一种讲听说法 内心非常的感动 因而重新激起了这样子的一种斗志 勇往直前 到了最后 他又东山再起 所以他一直想要感念大师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所以刚好听到佛光大学 有这么样子的一种义卖 所以他就请一笔字 能够对大师的这一种心愿 有所帮助 那么这一位诚信的议员 他不就是从大师的这一种讲听说法 虽然是电视 他从这里面 你看获得了法意 因而改善了他的人生 这不就是一场法会吗 那么第二个 要跟大家贡献的这一个故事是什么 担任义工 改变气质 那么这几年来 我们父法信徒 应该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 那就是在水路法会的时候 有很多的小朋友 来帮我们行堂 甚至于在送圣的时候 他们也会参加送圣的行列 那么这一群小朋友是来自哪里呢 这一群小朋友 他其实是来自新加坡 马来西亚 刚好 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青年 是在这一段时间 放假 那么所以呢 在家长的这种鼓励之下 那好多的小朋友就过来了 那么整个的这一个法会结束以后 我一般会来跟这些年轻的这一些小朋友们 跟他们见个面 那么了解一下他们在这一段期间 有什么心得感想 听到他们的心得感想以后 真是非常感动 这里面有好多的小朋友啊 是爸爸妈妈强迫过来的 那么甚至于呢 有些是跟爸爸妈妈谈好条件 你要帮我买什么东西 我才去参加 就是这样子双方交易以后 来到佛光山担任这个义工 那么他们在担任义工的过程里面 当然也必须要了解到佛门的规矩 那譬如呢 他们也要参加过堂 那么刚刚过堂的时候 非常的不习惯 但是到了最后 他们说我们习惯了 为什么 因为五官名里面特别提到 要技工多少 量笔来处 存己得行 群缺应供 所以他们就 非常的这样子的一种 这种就是深入到这个意境里面 是啊 我何功何能 能够去享受人家对我的这个招待 所以他们的吃饭也专心了 那么接下来 吃起这一碗饭也开始特别的香甜 那么甚至于小朋友们呢 也去参加这个行堂 那么行堂以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哎呀 他说能够为别人服务 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那行堂过后呢 那行堂过后呢 有些小朋友就要去帮忙洗碗 那你们知道在水路法会期间 嘿呀 那个碗是非常的多 刚洗完一批 另外一批碗又过来了 哎呀 在洗的过程当中非常辛苦 这时候想朋友 竟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的爸爸妈妈 平常这样子来照顾我们 照顾我们的三餐 然后还要帮我们操持家务 真的好辛苦啊 所以我回去要帮爸爸妈妈做家事 哎 真的 我听说他们回去了以后 有些也会帮忙洗碗 有些呢 就是把自己的内务 整理得干干净净 那么从种种这一些 他们的改变当中 让我们很感动 因为大师曾经告诉我们 要做中学 学中做 那么这一批小朋友 他们是在做中学 学中做当中 他们有了自觉 然后改变自己 这个不就是把他的这种 愚痴无名 他不断地把它洗掉 让内心里面的光明智慧 能够产生吗 这是第二个故事 那么第三个故事是什么呢 遭受打击 自我转变 有一个家庭 他们生下来的这个孩子 有一种特殊的毛病 就是喜欢发出那种怪叫的声音 那么甚至有时候 还会自己拿东西 打自己的手 或是腿就是那种叫做 自残的行为就对了 哎呀 全家人真的是苦恼无边 尤其做妈妈的 更辛苦 为什么 因为他必须常常带着小朋友 到医院里面 要去看诊 那么搭上了公车以后 这个小朋友 发出的那个怪声 或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 那个举止行为出现了以后 那么车上的人就很讨厌 奇怪你怎么不去搭计程车 在搭公车 扰乱我们的一个心情 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就把所有的这些气 都隐忍下来 有时候就会凶一点 告诉孩子 不要哭 不要闹 但是这些都是无济于事 反而增加了旁边人 对他们母子的嫌弃嫌恶 哎呀 这个妈妈真的是好辛苦 所以有一天 就到寺院里面 去参加法会 哎呀 参加法会了以后 师父们 就会给他们做一些开导 那么特别那一天 他听了一句话 心中很有感受 人要有正向思考 要懂得去 转世承治 他听到这句话以后 内心很高兴 我没有办法改变 我孩子的行为 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心态呀 所以这个妈妈 从那一天开始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每当孩子又哭又闹又叫的时候 他反而从另外一个形态 告诉这个小朋友 他说宝宝 你今天好棒哦 竟然可以忍耐那么久 都没有发出声音 我们已经快到了 你再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我们一定有办法 做到的 那你要加油哦 妈妈要为你加油 自从这个妈妈改变她的想法 改变她的语言模式 好奇怪哦 车上的人也跟着一起改变 有时候也会在旁边 跟着妈妈说 妈妈 你要加油啊 你真是伟大呀 你这样子的教育方法 让我们很感动 虽然她的孩子 仍然会叫 仍然会有那种自残的行为 但是因为我心态改变 跟着周遭的人 他的行为举止 也跟着改变了 这不就是 我们改变自己 也能够改变别人吗 改变自己的这一个做法 它不就是一种自觉吗 那么第四个重点 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残门教育 自觉自省 在大师的这一种 心云常话里面 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天 禅师正在寺院里面 诵经拜佛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一个小偷 可以看这个禅师 静静地在那边 好像诵经拜佛 他就偷偷跑到他的疗房 把一些他认为值钱的东西 就把它拿走了 那么刚要踏出 这一个门口的时候 这一个禅师就讲 你留下一点钱 我明天要买一些花 买一些果实 我要来供养佛陀 不要把我全部拿走 这个小偷吓了一跳 真的留一些钱 然后正准备要走的时候 这一个禅师又讲 你拿了人家的钱 都不会说一声谢谢 这个小偷又被 这个禅师的这一种 这一种大正义凛然的行为 吓了一大跳 又只好说了一声谢谢 但是这个小偷不学好 还是到处去偷 那么有一天 就被这个警察抓到了 抓到了以后 就问他偷过了哪些东西 那么当然也问到了七里禅师 这个小偷说 曾经在里面偷过什么东西 请问一下 是不是他偷的 这个禅师就讲 他没有偷 是我送他的 他拿了钱了以后 还有说一声谢谢 那他的案 因为这个禅师的关系 本来要判个十年 因为禅师竟然有说过这一句话 他的刑期 又这样子缩短 缩短了以后 这个小偷真的是非常的惭愧 所以等到出了监牢以后 就特别来拜禅师为师 也跟着出家学佛 所以我们从这个禅师的故事里面 他不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吗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要用 这个严格的伴侯来教育孩子 或是教育其他的人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慈悲的方法 来善待所有的大众 就好像我们寺院 从进门了以后 你看你会看到了弥勒佛 那么转身到后面以后 你会看到了委托菩萨 那这不就是一种 严格跟这种慈悲结合在一起 才有办法把一个人 能够教育成功 这也是一种自觉教育 总之法会 如刚才大师所说的那一句话 它除了宗教仪式以外 才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或是不同的聚会当中 我们从这里面 获得了真善美的一些道理 而让我们心灵有所获益 因而可以改变人生 这也是一场法会 所以希望我们各位父法信徒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大家都能够有所获得 然后大家一起来遵照大师所说的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